好,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就是前天学的一些东西 前天我们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前端的这个课程的一些介绍 大概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前端的课程呢 就是包括了这个前端的,应该是基本上是全面的一些知识 那么这个知识啊,主要注重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前端里面 我们实际看法要用到了一些知识啊,我们会安排在这个课程里面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面试中要用到一些知识 然后安排在这个课程里面啊,主要注重这两点 那么注重这两点的话,就是这个课程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简啊 比较就是实用,是吧 因为别人讲的东西我们照顾不到,因为我们就只有18年的课程,是吧 那么的话,注重这两点的话 才能帮助大家真正的在这个实际开发中以及工作中 得到有用的,就是说真正的帮助大家 是吧,那么找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关于前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 是吧,那么前端,什么是前端开发 是吧,前端开发的话就是做什么页面或者界面的开发 是不是这样的,然后界面和页面的开发的话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我们的互联网产品,是吧 接着我们说到了什么呢,是什么是互联网产品,是吧 互联网产品的话像大家一直在用,是吧 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什么呢,百度啊,淘宝啊,QQ啊,微博啊,或者是邮箱这些东西啊 那些这些产品是有什么,有大量的用户,是不是这样的啊 只要我们在用,只要我们没有说它是互联网产品,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概念了,是吧 那么以后大家也会经常接受到这个概念啊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就关于这个前端开发工程师在这个互联网公司的 他的一个岗位的一个什么呢,定位,是吧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相关的岗位 他们之间是如何的一个配合,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些岗位的话,大家以后的话在工作中可能就是会什么呢 大家可能会,每个岗位都会做到啊 每个人可能就是,无论是专门的在这个 大家目前可能在处在这个后单工程师的这个岗位,是吧 以后大家可能会转岗啊,或者是晋升,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可能会做到其他的岗位啊 那么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他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划分啊 接着的话我们说到的是,就是说既然你 前端开发工程师在这个岗位上 那么他的话需要些什么技术呢,是吧 那么接着我们按照这个岗位的话就说了一些 前端开发工程师需要掌握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Photoshop啊 HTML,4SS,是吧,然后JavaScript,以及JavaScript的一些框架,一些库,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学这些东西啊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就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HTML这个语言开始什么,切入 开始学习这个前端的一些知识啊 HTML语言的话,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些什么呢 标签的用法,是吧 那么HTML实际上是有标签组成的,是吧 我们学HTML语言呢,实际上就是学标签的用法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HTML这个标签的它的一个结构,是吧 一个HTML语言的这个文档的基本结构啊 文档基本结构的话,那么大概是按照这个来的,是吧 那么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大概的了解一下可以的 可能大部分我们编程的时候怎么样呢 是直接用快捷键吧,是吧 那么大家唯一的需要着重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网页上写色内容一定要放在什么 body标签里面,是吧 放在body标签里面 然后这个网页的什么呢 头部的一些信息是主要放什么呢 网页的标题,以及什么 就是网页的一些设置的一些信息,是吧 以及外面的一些资源,我们就放在这个HTML标签里面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一个网页的一个文档的基本结构 接着的话我们说到的是网页有两种 现在目前常用的什么网页的格式有什么 两种,一种是什么呢 XHTML1.0,一个是什么呢 H5,是吧 FHTML1.0呢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很多网页 是吧,以前做的网页现在沿用过来了 是吧,大家在实际看中可能会碰到 是吧 H5的话是最新的,是吧 那么的话大家可能会碰到这种 这种格式的网页的话 怎么样呢 它可能就是说跟我们的H5的网页 就是大部分的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可能有部分地方不一样 一个是什么呢 文档声明以及什么呢 这个编码声明 是吧 文档声明和编码声明 那么的话用的话是一样用 然后的话 H5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呢 新增的一些标签元素以及属性 这个的话我们会在什么呢 这个H5的这个课程里面会讲到 其他的用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吧 好,接着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既然学HTML就是学标签 是吧 那么我们就一个个的标签往后面学 是吧 那么首先讲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这个结构 讲这个结构的时候已经学了什么呢 六个标签的吧 是吧 六个标签的用法 那么接着是关于这个注释这个标签 是吧 注释这个标签的话是这种写法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标题的标签 是吧 标题的话就相当于是有六级标题 六级标题 那么H1到H6 是吧 那么的话 第一级标题就是H1 是吧 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标签的话它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什么 就是层对书线的 是吧 然后这个标签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它牵涉到什么 搜索引擎的优化 是吧 那么你这个牵涉到这个网页的文档的结构的一个描述 所以说我们在用这种标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 要尽量用这种标签 如果是标题的地方的话 一定要用这个H标签 是吧 接着我们说到了一些其他的标签 比如说这个P标签 是吧 P标签的话是指的什么呢 段落 是吧 段落 那么它相对于是什么 它有语义吧 这个P标签是有语义的 是吧 就表示一个段落 那么针对段落的话 段落一般是什么 针对一段文字 一段文字的话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在文字里面加空格或者换行 是这样的 那么直接在代码里面加空格换行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什么呢 如果是换行的话需要什么 用这个BR标签吧 BR标签才能强制换行 那么的话如果要加空格的话 我们少量的空格的话怎么样呢 可以用空格的字符实体吧 与什么NBSP分号 是吧 这个表示一个半个空格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它不精确 那么少量的空格可以用这个 多的空格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 样式 是吧 样式还没学 今天会学到 那么接着的话 关于字符实体的话 还有什么呢 小一号大一号 因为我们的标签是用了小一号和大一号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 如果说想在页面上写是大一号小一号的话 最好是什么呢 用这个大一号小一号的字符实体 是吧 来写 这样就比较规范一点 是吧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字符实体的话 那么大概有三种 就是长的就是三种了 其他的都不常用 如果用到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基本上不常用 就是三种 就是三种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标签 还是标签的用法 是吧 那么一个是DIV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 是我们在这个什么呢 后面说到的DIV加塞式布局里面 常用的一种标签 是吧 它就是表示一块 是吧 但是它没有语意 是吧 它不是表示具体的内容 就是一块内容 是吧 然后还说到一个什么 spam标签是什么呢 就表示一段文字里面的 一行文字里面的一小段内容 它也没有语意 是吧 这是关于spam标签 接着我们说到的四个有语意的标签 是吧 这个有语的标签的话 那么这个语意一般是用在面试上面 实体开发中 我们也什么呢 也没按它的语意来用 是吧 比如说 e-m标签是表示这个强调 语气强调时 i标签是表示专业词汇 b标签是表示关键词和产品名 实状标签的话 是表示这个很重要的内容 是吧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是直接用 那么的话 这几个语意的话 大家是可能在面试中会碰到 接着我们说到了 语意化的标签的话 我们用的时候实际上是用的不多 用的可能就在几种 比如说H标签 是吧 那么H标签的话 这表示标题 这个是搜索引擎的爬虫 理解文档结构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标签 是吧 然后P标签是表示什么呢 这个是段落 是吧 ULLI标签呢 是表示什么呢 列表 我们一般做什么呢 什么新闻列表 文章列表的时候 是吧 文章的标题列表的时候 怎么样 用这个ULLI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A标签 是表示什么 链接 是吧 这个是有很好的语意的 然后DLDT和DD 这个是表示什么 定义列表 定义列表 其实常用的这个语意化的标签 实际上就这么几个 没多少 是吧 就这么几个 好 接着的话 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 就是我们网页上 如果是插入图片 是吧 插入图片的话 用什么呢 我们要用什么 IMG标签吧 IMG标签 IMG标签的话 那么它的主要是有两个属性 是吧 这个属性的话 首先是一个SRC属性 是什么呢 这个定义这个外列的 这个图片的地址 是吧 那么你如果外列图片的话 现在怎么样 把图片准备好吧 知道这个图片的地址 然后把它列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 Alt属性实话 是定义这个图片的 什么描述文字 是吧 那么这个Alt属性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那么它的话 一个是收入引擎 是吧 会收这个文字 来识别这个图片 是这样的 另外一点的话 是这个 如果是图片加弹失败的时候 那么会写出这个文字 还有一点的话 那就是不障碍阅读 是吧 盲人在 在看网页的时候 识别图片 是吧 认识图片的时候 读听软件会读这个文字 是吧 那么这个Alt属于是很重要的 啊 那么接着我们又说到了 这个Imagic这个标签是怎么样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单个的标签吧 是吧 它没有一对吧 它是一个单个的 它得看啊 它是一个单个的标签啊 好 接着我们说到了什么呢 关于这个引用的外部资源的这个路径的问题 是吧 那么有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的说法 是吧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是用相对路径 是吧 相对路径 这个路径我们和我们会经常写的 那么绝对路径的话 是相对于磁盘的位置 相对路径的话 是相对于我们这个网页本身去定位 什么呢 我引用的资源 是不是这样呢 相对路径主要有一个点杠 是当前目录 是吧 当前目录像 这个可以省略 是吧 点点杠是表示什么呢 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是吧 这是这两点需要记住 那么绝对路径的话 相当于是通过磁盘的位置 去定位这个资源 那么这个的话 如果用绝对路径的话 在我们项目迁移的时候 容易出问题 是吧 那么可能别的那个电脑里面 可能就没有这个磁盘对应的资源 是这样的 那么就会出问题 如果用相对路径的话 就接种性好一点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用相对路径 好 接着我们说 当然是关于这个 链接标签 是吧 那么我们抄我们标记语言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 抄链接 是吧 那么A标签 就可以做抄链接 抄链接的话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Hub属性 可以定义这个链接的地址 是吧 通过这个Title属性 是可以定义这个链接的 什么呢 我们鼠标放上去这个链接的时候 会显示一个提示文字 是吧 然后Target的属性的话 是定义什么呢 我们这个链接 怎么 就是它链接的窗口 是在本窗口打开 替换掉原来的网页 还是说新开一个窗口 是吧 打开的这个网页 这些几个属性 好 这是关于链接 如果说我们想在图片做链接的话 我们用这个A标签 把一个图片包起来 是吧 这里没有例子 就是A标签 把一个里面再塞一个图片的标签 是不是这样子 就可以把图片做链接 是这样子 是吧 好 这是关于链接 好 接着我们说到这个三种列表 是吧 一个是有序列表 一个是无序列表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定义列表 是吧 说到这个列表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到了什么 快捷键吧 是吧 用快捷键来 很快地输入这些列表的信息 好 快捷键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经常用的 这是关于 那么用到最多的 就是这个无序列表 是吧 无序列表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用在什么呢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新闻标题 以及文章 文章标题列表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无序列表 是吧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讲到了 这个什么呢 表格是吧 表格的话 那么常用的表格的标签的话 实际上就是有四个标签 是吧 那么table标签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定义一个表格 声明一个表格 是吧 那么tr的话 是声明表格里面的 一个一行 是吧 td和tnh的话 是声明表格里面的一个单元格 是不是这样的 td的话是声明普通单元格 tnh是声明什么呢 这个表头的单元格 是不是这样的 表头单元格 那么他们两个用法是一样的 那么针对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 类似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那么主要的就是 蓝点就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单元格的合并 是不是这样的 合并 合并的话 那么一个合并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 td和th 单元格的合并 是吧 一个合并 那么主要的 比如说横向合并的话 我们用什么呢 cos pan吧 cos pan 横向合并 纵向合并的话 我们用ros pan 是不是这样的 纵向合并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这个合并 然后的话 关于表格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呢 对应的东西 就是说关于 这个表格里面 一些属性 比如说这个border属性 是什么呢 定义表格的边框吧 好 cell pounding和cell spacing 是定义什么呢 表格里面的一个 这个是定义表格的内容 与表格的边框 之间的距离 是吧 cell spacing 是定义表格和表格之间的 单元格和单元格之间的距离 是这样的 好 然后align是定义 这个整体表格 相对于浏览器的 这个对齐方式 是吧 然后的话 单元格里面还有什么呢 align和v align 一个是设置单元格里面的内容的水平对齐方式 v align是设置单元格里面的垂直对齐方式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做完这个例子之后的话 接着我们就说到的是关于布局的一些东西 是吧 布局东西 布局的话就分为大概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用table布局 我们要叫它什么呢 传统布局 传统布局的话 这种布局方式的话 是以前经常用的 这种布局方向来说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我们大概是上面 就是我们前天 就是大概是一两节课就学会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以前我们做网页的时候 那么也没有这些岗位 比如说以前做网页的时候 设计网页的人叫什么呢 叫美工 大家听过没有 美工是吧 也没有UI设计师 那个时候也没叫UI设计师 那个时候也没有前端 就美工把网页设计 加网页制作 一个人全部做完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越来越专业 细化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细化出两个岗位 一个叫UI设计师 一个叫前端开发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因为 传统布局比较简单 所以说不需要 那个 划分那种岗位 那么第二种布局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叫做什么 DIV加3S 这个说法不规范 那么规范的说法 叫HTML加3S布局 是吧 那么这种布局的话 是怎么样呢 相当来说什么 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吧 不是那么容易 比较 应该说是比它 麻烦很多 比它麻烦很多 所以说的话 这种布局的话 不是说 随便学一下 就可以学会的 所以说需要一个 专门的岗位 来做这个事情 是吧 那么就产生了什么呢 全能开发的 这个岗位 专门做这种布局 好 那么的话 我们上里克就做到了 就是用这种 传统布局方式 做了一个例子 是吧 做了一个这个什么呢 个人简历的 这样一个例子 是吧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其实的话 我们主要的这个 思想就是什么呢 通过表格来划分空间吧 那么表格来划分空间的话 我们把表格的什么样 宽高 是吧 把表格的什么呢 这个border cell pounding和cell spacing 把它全部设为零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表格本身 它不占有任何空间 是不是这样的 它只是起到了什么呢 划分空间的这个作用吧 是吧 它能划分空间啊 然后我们在这空间里面 我们来放我们要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就要达到布局的 这个作用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布局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在里面 有很厉害的一个技巧 就是什么呢 针对局部复杂的布局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个单元格里面 再嵌套表格吧 这是它最厉害的 这个这一点啊 我们如果在单元格里面 再嵌套表格的话 可以把这个区间 是无限的划分的 是吧 任何复杂的 我们都可以划分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实现什么 布局吧 任何复杂的布局 都可以做出来啊 那么可能有很 很极个别的 很有特点的布局 可能做不出来啊 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啊 比如说是 元素跟元素星 之间叠加起来 这种布局的话 可能就不好做了 是吧 我一个元素 想叠在另外一个元素上面 这个就做不出来啊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布局都可以做出来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就做了 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做了这样的一个 关于这个 个人简历的这样一个布局的例子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就是 前天讲的一些内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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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